Hello 各位朋友 你好吗 欢迎回来我们的Whiteboard Academy 好了 这一集我就会讲是 6个提升员工士气的方法 刚刚上一篇我看了一个research 是由哥立 好了 哥立是一家什么公司呢 就是有九成的五百大公司 都会用它一些的analysis 一些的数据是怎样令到 管理是做得好一点的 所以这6个提议的方法 对所有的manager 又或者是老闆 团队领袖 是非常重要 是不是 你会发觉是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 员工我们perform不到 为什么表现不到 为什么那个生产力这么低 很简单 是不是因为事是有问题 通常都是 而我们怎样做一个是称职又或者是出息的领袖 就是因为我们的出现 因为你的出现 令到 整个队的士气 是非常之高涨 所以这一集呢 就正正告诉你 应该是怎样做法 哪六点 你要注意 第一点 Be transparent 很透明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试过在一间公司工作 公司的方向 你不知道做什么 你的角色其实不清晰 现在去到月中 现在的业绩去到哪里 你又不知道 你觉得怎样 怎样投入 没得投入 怎样有士气 没得有士气 可不可以 所以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 在公司里面 所有东西是透明化 现在公司去到哪里 现在业绩是怎样 现在 去到现在的进度 又如何 要交代得很清晰 譬如说有时候 我每个礼拜我们开会 我会是 Exact 告诉那些业绩 现在公司去到今天 我们做多少钱生意 大家在这个 的岗位 怎样是可以 贡献到 给公司 你应该怎么做 一目了然 不用估 你有没有发觉在这个环境 你特别的社会高涨 因为为什么 因为其实人很简单 你说 原来公司 所有的透明化和他什么都给我知道 信任 各位团队领袖 各位老板 有什么是重要的 信任 因为如果你给一些数字 或者有个进度 给你的员工知道的时候 他心目中怎么想 我觉得我自己很重要 原来里面 一些那么重要的数据 老板或者公司 都要给我们知道 我要再给多些信心 要再给多些力量 因为我知道 只要我做得好些 公司会因为我的勤力 我的参与力 会做得更加好的 这个就是士气 还有一个数据很有趣 当你所有东西那么透明化 和你每一天 你那个 团队领袖 和你的team开会 那些员工 的投入度 会相对 一些公司 他每天没有一些 团队领袖 和他开会 他那个的投入度 是会高 三倍 三倍是很重要 所以 保持着所有的东西 是很透明化 好第2点 MAKE SURE PEOPLE ARE IN THE RIGHT ROLE 好了 记住 我们永远不会请错日 但是很容易会摆错位 究竟这个人的 强顾是不是应该做这个角色 如果你回来 不是 不是这个角色 他应该是 是做的 那你可以怎么做 转换他的角色 这个要快的 如果不是你把一个后卫 放在前锋 突然之间 你想后卫 帮你入球 是做不到 因为他的强项 是做防守 在公司有没有一样 好 你有没有把一个人 放在对的位置 行不行 第一样东西要看 他有没有一个 的心态 是进步 如果有进步 他可以学到的 但是如果 进步的想法不多 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第一样东西 令到你公司或者 这个员工 是可以是尽快 冒升上去的 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 对的位置 如果不是 大家就会变成一个 雙输的一个状态 好 第三点 对的 Give as much autonomy as you can 不好micromanage 当你 你给了一个 的目标 给这个 那我们作为一个老实 或者团队领袖 你应该怎么做呢 你给他一个位置 等他自己怎么做 你设立一个目标 因为人人做的方式不同的 你设定了你的 期望 你想设定了你出来的目标 想怎样的时候 好 怎样做法 你由一个阶段自己决定 反过来 为什么这么重要 你有没有试过你同一些 团队领袖 共事的时候 他连你做什么动作 他都要管 你觉得怎么样 怎么样 老实你是不是不信我 不信我 不如不用我做 我们 其实信任很重要 作为老实很简单 你有个目标 目标是一定要很solid的 但是怎样做法 是有很多种方式的 你就让你的团队 是运用他的方式 那你会产生一个什么状态呢 第一样东西 团队会很信任你 因为他觉得你信他 所以他特别用力 第二个就是 你会令到他发挥到 他们的创意 如果不是个个都只是听你的做法 那不就 一个做法 那你请同事回来做什么 每个人看东西不同 方法不同 我们很多时候会见到就是说 因为大家的做事方式不同 你会发现原来有某一些方法 反而更加有效的 所以我们作为老闆 有时 是要step back 等他们表现 第四点 Commit to employee growth and progress 你有没有为了你的员工 他们的事业 那个的成长 和他那个的进阶 而摆心思在那里呢 好了 他进来 如果你没有告诉他 他怎样是 是将他的事业 是一步一步向上的 那就是说 我进来 打一份工 我都不知道我下一步 可以做什么 那我怎知道我怎样进步呢 你看到 但是很多时候就说 你又见到个 同事好像没什么心做 你是不是没心做的 但是同事就说 我不是 我不是没心做 我已经用了心 但只不过 我都不知道我下一步去哪里 那我怎知道有什么我要学习呢 你见到有个商书在那里 所以这个我们要令到 我们的同事是知道他 究竟他每一步的career是怎样行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这个是你的责任 如果你的老闆不要和你 Map out你下一步怎样做的时候 主动地 捉住老闆 问他 老闆 究竟我整个事业是可以怎样行 记住不要因为你是弹工 又或者是某一个的态度 钳制了你 你不主动 每一个位置 各位朋友你要记住 都应该主动 如果他没有直接告诉你 你直接去问 主动地问 你就会赢 OK 第五点 好了 create a culture and recognition 没有一样东西 是相对这个文化更加重要 你的文化是不是很明显 是不是每家公司的每一个同事都知道 这家公司的文化代表什么 所以为什么我们公司有一个slogan create destiny 一用双手创造属于自己的命运 我们有六个call value 一个call value就是表达 我们怎样想 我们怎样做事 我们怎样沟通 我们怎样作决定 是很清晰的 是没有模糊的 大家有一个 相同的想法的框框 大家想法就有一次 OK 第二个就是 你有没有一个制度 你是recognize 你是表扬一些 同事做得好的 如果没有 反过来会觉得怎么样 我做得很好 老闆都不赞 都没有赞 都没有commission 都没有bonus 不是做得好 就应该做不好 就出声 喂 没有士气 这样 当然是 怎样有士气 所以那个recognize 是很重要 当 我们出来做事的时候 如果真的做得好的 派个招呼 Good job 然后 有什么可以再表达 再实体一点 给一些bonus 对不对 这个bonus是bonus 因为你有些什么 很exact的 是做得好 你的员工就知道 有些什么的行为 或者什么结果 是应该做 他就会继续做下去 Win Win 最后一个 亦都是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没有做这一点 你发觉他们不知道做这件事 为什么这么重要 第六点 Instill a sense of purpose 不是赚钱 是为什么现在他们的工作 这么重要 为什么影响到这个世界 为什么 现在我们一刻在做这个事业 为什么能帮助到受众 你看到这个就是 极致的满足感 我们出来做工 不是只是为钱的 当你有 然后 赚到钱 同一时间 如果你的份工 有意义呢 你有什么感觉 就是说你又赚到钱 又帮助到人 他找到一个很大原因 为什么要在这一间公司 全心全意做 但是如果没有这件事呢 你没有构定很清楚 究竟公司 为什么出现在这个市场 除了赚钱之外 对不对 很多的 很高质素的人 在这个 marketplace 他们是 不会只是 赚到钱的工 为什么 因为他的能力已经高 他知道他怎样都赚到钱 但是他想找一个平台 而这个平台就是 是不是有意义 因为我的加入 令到我们可以 更多的受众 令到他因为我们的出现 令到他生命上 某个状况 是好了的 这个就是价值观 这个就是最极致的原因 为什么这家公司 要出现在这个marketplace 而所有 是高质素的人 就是要找一个这样的平台表演 OK 希望 你喜欢 你喜欢 这个 这六点 记住 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还有右边有个铃铃 按着去 那当然 如果你喜欢这个video 记得把它share出来 OK 如果有些什么的topic 你想是 我和你分享一下的 在下面的comment告诉我 我们下一次的 Webacademy 再见 请不吝点赞